哈嘍大家好我是QQ 今天這影片想跟大家介紹一下卡片和筆記法 那相信大家都有一些困擾就是在我們學習的時候我們寫了一個一個筆記 可是這個筆記的話呢我們常常會不知道怎麼樣去利用它 或者是這個筆記它也組織得很不好 那今天這個影片的話呢想跟大家介紹一下卡片和筆記法 就是可以幫助我們有系統的去規劃我們卡片的一個架構 同時的話呢有辦法去讓我們去使用我們的卡片來幫助我們做一些剷除 那首先的話呢這本書的話呢它其實有一部分的卡片和筆記的這個概念呢 是根據這個德國教授盧曼這個教授的生平的方法去剷除的 那尼可教授盧曼還有什麼樣特別的生平呢 就是說他在30年間他出了58本書 同時的話呢他在30幾歲才踏入學書界 那我最喜歡盧曼他這個方法其實是來自於他說的這句話 很多人問他說為什麼他還有這麼高的產出 盧曼呢回答說他其實不是自己想到這些每一個事情的 而他能想到這些每一個事情他主要是靠著他卡片盒裡面的方法 也就是說他把他的卡片盒系統當作是一個工具或者是一個額外的東西來幫助他產生想法 而不是說他純粹靠著他自己一個人的方法去剷除這些想法的 那盧曼實際上是怎麼做的呢 其實就是從這個他實際上做的方法其實是很特別 他就是在卡片上面 這個東西為什麼叫卡片盒筆記法的原因 就是因為盧曼他是用卡片去寫他每一個筆記 那他這個筆記的內容呢其實他只是在卡片上面呢 他就寫出一個觀念 然後這觀念上有他的出處 然後呢他這個觀念上有他的一個相關卡片的連結 那盧曼在寫的時候呢他就會去把這個相關卡片的東西把它找出來 然後去像這邊這個他正在寫這張卡片 然後他會把這其他的卡片去找出來 然後他會看其他卡片來去思考有沒有其他想法 如果有他就會補上這個卡片裡面 然後最後他再把這個卡片放在他的卡片盒裡面 然後把它歸檔起來 那你看喔他這個卡片其實就是有幾個特色 就是他有一個獨立的卡片編號跟名稱 然後呢他每一個卡片他最後都有一個完整的內容 然後呢他最後的他卡片的背面或是正面 他會找出一個連結就是跟這個卡片相關性的卡片 他會把它寫起來 那這個就是就會引導說我們下一步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卡片盒筆記法他所用的概念呢 其實他就是會把卡片這個筆記分成靈感筆記 文献筆記永久筆記還有這個卡片盒筆記的建構 那他藉由卡片盒筆記建構的話呢 你就可以去由下網上發展主題 還有用筆記來決定你想要寫的內容或是你產出的主題 然後最後呢再把這個轉移內容變成你想要發表的文章 或者是影片然後就發表出來 那今天這個影片想主要跟大家去專注的部分的話呢 主要是在說靈感筆記文献筆記還有永久筆記還有如何把卡片盒做一個架構上面 首先呢靈感筆記的部分的話呢 他其實簡單來說呢他就是把零碎的東西去隨時記入 然後文献筆記的話呢就是文献他顧名思義他是有一個參考的東西 也就是說你把你所有看過的書看過的影片做為文献筆記 然後去做一個剷除 那最後呢其實有一個觀念很重要就是文献筆記靈感筆記 他所屬的卡片盒呢是跟永久筆記是分開的 也就是說我藉由靈感筆記跟文献筆記這兩個東西作為基礎 然後去產出我永久筆記出來 那永久筆記就是說我最後像盧曼哈的真的卡片盒 我們看到的其實是純粹只有永久筆記而已 他是藉由參考這些永久筆記來去產出他所想要完成的內容 那更進一步去介紹每一個卡片特性 首先第一個靈感筆記的話呢就是你任何時刻冒出來的想法 然後你不要擔心怎麼寫想要什麼就寫什麼 因為這個筆記他的觀念就是你要產出永久筆記嘛 所以你能達到的效果就是其他提醒效果就可以了 再來是文献筆記 文献筆記就像剛剛所提到的一個書啊影片啊這些都可以當作文献筆記的來源 那你文献筆記的話呢就是你可以去主要你可以把它變成是一個很簡短 然後選擇性的載入 那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就是說 當你看一個書或是你看一個影片的時候 你要用的是你用你自己的話去把它重新轉譯一次 因為你用你自己的話的時候等於是你把資料做一個輸入 然後你有用自己的思考去做想法 然後中間就有一個過程中去在你腦裡面去思考 然後你再用自己的話去把它輸出 那這個過程是文献筆記相當重要的一個地方 然後再來的話呢就是因為文献筆記的話呢 它會是你永久筆記的輸入來源嘛 所以你要把文献筆記裡面你會把你的 你看到的書的內容啊哪一頁啊或者是哪個影片啊 你可以把它標注起來 再來就是永久筆記 永久筆記就像剛剛所提到的 它是利用文献筆記跟靈感筆記這個卡片盒裡面 作為輸出加上我本來的那個卡片盒 像盧曼一樣它會把相關的卡片的永久筆記 把它拿出來做參考 然後我藉由這所有的內容呢 去產出我新的永久筆記 所以永久筆記是由靈感筆記跟文献筆記去做參考的 然後呢你在寫的過程你可以去想說 這個筆記它跟你跟你自己有什麼關聯 比如說你現在關心的議題是什麼 你現在想要研究的內容是什麼 這都可以做一個啟發 然後幫助你寫出一個更好的永久筆記 再來的話呢就是這個重點是在於說 你要把你過程中想到的想法跟你的思考 藉由這個東西去做寫下來 而不是說就是要拼數量的一個方法 然後再來是內容本身就像剛剛盧曼的那個卡片 所跟大家介紹的 它每一個卡片本身就是一個完整的句子 然後你要給別人看得懂的 就是說你這個卡片直接給別人看別人是有辦法去使用的 也就是說為什麼在盧曼使用的時候呢 它這個手稿還被人家拿出來 然後就產生就發表出來的六本書的原因 再來的話呢就是一個比較抽象的觀念 就是說這個卡片的話呢 因為它彼此之間是有關聯的 那當然彼此之間關聯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把這東西卡片去關聯起來 那它所使用的方法不會像傳統一樣使用一個分類 也就不會說就是像知識管理就是一個分類 而是它是用一個可行動的關鍵詞 舉例來說的話呢就是可行動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今天我想要就是化解一個溝通上面的問題 就是化解一個衝突 那就是化解衝突的方法 這個東西就是一個可行動的關鍵詞 那你就可以藉由化解衝突的方法作為一個標籤 然後這個標籤的話呢 還可以去印到你去找出一系列關於化解衝突相關的筆記 再來的話呢就是永久筆記它的特性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是數位時代 像盧曼的話呢因為它都把它放在卡片盒筆記法裡面 所以它卡片盒裡面它這些永久筆記 它每一次寫到相關的筆記的時候 都是可以重複使用的 那我們現在在數位裡面的話 我們更可以利用這個觀念 就是把我們每一個筆記重複的使用 所以總結來說的話呢 永久筆記的觀念就是你把你新學習得到的事物 加上你曾經寫過的已知的事物 然後你在整理這個筆記的觀念的途中呢 就會產生出有趣的連接點 然後讓你的想法去發展出來 那更多的新資訊 當然就可以幫助你產出更多的一個內容 那你更多的就知識 也就是說你把你的卡片盒筆記法 隨著時間累積出來的話呢 它這些卡片盒筆記法 都有可能會跟你新學到的事物 產生更多的火花 然後幫助你學習到更多的東西 再來是這個筆記它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像剛剛一直有提到的 你要跟你舊卡片連結嘛 那怎麼連結呢 這邊提出一些方法可以給大家參考 就是說你這個新知識點 它是怎麼樣產生的 它這個東西的產生的原因 有沒有可能在你舊知識學到的 然後你這個新知識它會導出什麼樣的結果 那這個結果有沒有類似相關的結果 你曾經有學習過也是相關的結果 然後你可以做實用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跟這個觀念相同 跟相異的觀念的話有沒有類似的 如果有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去做一個連結這樣 然後再來是卡片盒嘛 卡片盒的部分 就是像剛剛盧曼所示範的一樣 就是你要把每一個新的筆記 然後放在一個相關筆記的後面 然後呢你可以隨時的去補上 你相關筆記的連結 然後你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是你要把你的參考文獻啊之類的 相關的連結把它放在一起 這樣子的話 你日後想要更細節找到這個東西的話 你還是有辦法找到相關的一個參考來源 總結來說呢 就是說這樣舉例來說 這幾個都是我們的一個 永久筆記的話 那我就可以藉由這個方法呢 去把我的 假設任何知識管理的部分的東西 就可以把它藉由這個方法 去做一個相關的連結 然後呢 那你看這個卡片 它包含了知識管理 它也包含了寫作 那這個寫作的話呢 它就會跟另外一個卡片做一個連結 那這個卡片它其實也是知識管理的一部分 那由此來說的話呢 就是譬如說我今天如果想說 要快速寫作一個文章 我可以找這個標籤 假設這個行動標籤的話 那我就可以從這個地方 開始去連結出這一系列的文章出來 那我今天如果想要說 管理知識管理的話呢 我也可以隨便找一個文章 那這些標籤都會幫助我 把這所有的知識管理的文章 去做一個連結起來 那實際操作的部分的話呢 我自己是曾經用過Lone Research 還有Low SQL去做這個相關的演練 那今天這個影片的話呢 其實它也是來自於我當初讀這個 How to take smart notes 這本書 我把它利用永久筆記的方式去寫出來 我每一個細節想要知道的東西 去轉換出來的 也就是說 就像剛剛所提到的 如果你有把永久筆記完整的保存出來的話呢 它可以重複使用 而且呢 它這個東西它是相當完整的 就可以讓你直接去做 可能輸出的使用上面 直接去做相關的應用 那我最近是嘗試著用 Notion的這個卡片和筆記法 也就是上個影片跟大家所提到的 去做更進一步的去把這個知識完善 那也是我這個影片想跟大家去分享的 因為我想要藉由這個影片跟大家去介紹說 可以怎麼樣使用卡片和筆記法 那我之後就可以把這些觀念去進一步的應用到 在濃選上面 那大家也會比較清楚知道 我是怎麼樣使用 再來的話呢 就是一個HeptaBase的這個軟體 它是台灣的一個新興的軟體 然後這個軟體它非常好用 因為它可以直接把你的卡片 每一張你寫的每一張卡片 它都是以一個卡片的形式 然後它可以無限的去產生出一個白板出來 那白板就是像一個空白的東西 有點像是你腦海中的想像的畫面 然後你可以藉由你每一個寫的卡片呢 你把它就是拉到這個白板裡面 然後就可以像我們剛剛所說的 我可以利用這個白板 直接的把我各方面的筆記去做一個連結 那我以後在寫文章的時候 像我現在發影片的話呢 我大部分的想法 我也會藉由這個卡片 彼此之間做一個連結之後呢 我把這個東西影片 這個筆記直接連結出來呢 再把它寫出一個大致的一個講稿出來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一個卡片和筆記法的內容 那卡片和筆記法它其實 就是還是有很多地方 我沒有到非常非常的懂 然後我也持續在 持續在學習 每一次應用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新的想法產生 那今天這個影片 主要是想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我目前學到的一些觀念 那希望給大家有一些 就是想法上面的碰撞 那我之後更詳細的時候 我也會想 加上我自己如果呢 影片的製作能力也變好的時候 我會想再發一個更完整的影片給大家看 那之後就是想先藉由這個觀念的話呢 部分先跟大家去分享 然後呢 這樣我以後去分享軟體 怎麼樣去實際操作這個觀念的時候 就可以做一個互相的對應出來 那就謝謝大家 那我們下影片見囉 掰掰